我必須強調 準確更絕 接著都已經好線 好像好 看到喜歡的演唱會立刻下定 就怕玩個幾秒 票都被黃牛掃光光 我現在不管是買非常有名的 或者是可能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有在售票的一個表演 都買不到耶 我覺得現在買票是越來越難 黃牛猖狂掃票 歌迷發現不只搖滾熱門區 便更難搶 連位子不優的鐵網區 也買不到 我們那時候會覺得說 邊邊角角的位置 應該也不會那麼難買吧 欸 也賣完了 視線不良區也賣完了 對 我們也會覺得說 為什麼每一場都這麼難買 歌迷都想問 為什麼他們手刀都搶不到 黃牛卻有大把的票可以賣 一到三層是竹判或鞋判 給我們的門票 做了九年的黃牛 葉先生爆出驚人事實 原來黃牛搶票不用像歌迷一樣 而是有共犯把票送到面前 那什麼贊助商 他們都是把票送給客人 可是他們客人不一定需要這張票 那他就會拿來換現金 其他黃牛也透露 演唱會的黃牛票甚至有五到六成 都是贊助商協辦單位流出的內部票 也就是俗稱的公關票 通常演唱會會有贊助商 場地公關公司等協辦單位 有些主辦方例如收了十萬元的贊助 會提供等值十萬的公關票給贊助商 協辦單位也有票可拿 黃牛說有時候這些票就會拿給他們賣 換現金 我們賣掉價格扣掉門票 我們一人一半 通常五五 七三到五五之間 對方七到我們三也有 黃牛說分潤少 就不承擔賣不出去的風險 演唱會結束 沒賣完的票就還給協辦廠商 而且能讓黃牛有生意做的共犯 不只一個 黃牛不透露是哪個主辦 習慣營造秒殺假象 我們無法向被指控的當事人求證 但根據了解 通常只有介於好與不好的中間票房 才會把一些票先鎖住 讓玩銷的結果提早達成 曾主辦過其他知名歌手的演唱會 曾長青痛斥 黃牛只是想把主辦單位脫下水 因為這些被鎖住的座位 最後就是空在那邊不會賣 而網路上黃牛依舊橫行 恐怕也有間接的幫凶 常年關注並成功修訂文創法的立委 吳思瑤 點出主管機關的難處 像是黃牛刊登資訊的社群平臺 多屬境外公司 通常不願提供PO文的黃牛資料 再來金流交易的部分 銀行業者也礙於個資不提供 如果是線上交易 金融交易又需要銀行法的授權 那這些層層跌跌 還有最多的就是社群平臺上的黃牛行為 需要平臺業者的配合 這些都需要經過新法修正之後 上路一段時間之後 來再一步去盤整 我們需要去跨界合作的這些必要的措施 想還給歌迷買票 免於被加價的恐懼 就該正視這些幫凶共犯 才有機會一步步斷了黃牛生路